我们刚刚是一边输入,一边把它用append放到那个 就是所谓的串列里面 有没有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 我们的档案已经存在,那当然现在我模拟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档案模拟 那如果假设说 你不知道说你现在 那个你的 预设的目录在哪里的话,请各位看一下 你如果一run它之后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什么wdr 有没有wdr后面等于 那这个就是你现在 你的这个模组所放的那个目录,那我是放在c底下的这个什么 这个underline一个python2021的目录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我们如果要增加一个英文成绩好了 那模拟一下,如果那个英文成绩不存在,那我们假设已经人家给我一个英文成绩的话 那我就找到c底底下 c底底下 在这个底线python2021 当然呢 你们的可能跟我不一样 所以你们就自己再找一下 OK,你弄一下就知道 这边可以把它停掉,因为它回圈这个把它停掉一下 然后呢,我就找到我刚刚那个目录了 c底下这个 那我就在这个底下,你可以按右键 新增一个什么,一个文字 一个什么,文字文件 OK,那就是用记事本,它会用记事本打开 那里面的话呢,也许你就输入一个叫什么eng好了,我这边已经有一个了eng 那我就下一个2eng 那里面的话呢,你就把它 它会让你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请你输入什么,输入 就是模拟 一串的成绩,比如说我刚刚,我们之前是用那个人工输入,这个时候是 已经 比如说像教务处帮你用电脑帮你评分了,然后给你一个成绩 那成绩跟成绩中间的话呢,加一个d点 把它隔开,那你可以多打几个没关系啦 那如果说我今天,第一个我已经有了这个成绩 那我要怎么样从外部把它读到程式里面 有点像外部档案读取的这个 这个功能 那怎么做,所以第一个请你们先把那个 这个底下,我是先增加一个eng的一个文字 档案 那副档名的话呢,我这边是有开啦,如果你假设没有看到.tst的话 你可以从检释,上面有个检释 检释部分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什么,副档名打勾 预设好像没打勾啦,这个我不确定,你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如果副档名没打勾的话,那.tst就没出现 OK喔,所以 这个地方我把它预设这样,它没打勾嘛,它没有副档名 我是比较建议你可以把副档名打勾啦,因为这样比较可以看到多一点的 细节 那我们的程式基本上就是什么什么.py啦 Py就是一个模组嘛 OK,所以我们新增一个,就新增一个模组 OK喔,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要把它读到什么,读到假设这一串成绩 我希望把它读到Python里面做后续的处理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呢? 首先的话,一样喔,我们先开一个新的 新的 这个.py 的一个模组,新增一个模组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我要读取那个档的话 其实在Python里面这样蛮简单的 一般习惯的话,我会在前面加一个f的物件 这个是档案物件 后面的话你只要需要 输入一个语法,非常简单 在Python里面有个 功能就是open open后面的话呢,其实你只要跟他讲几个讯息 第一个的话呢,他跟你讲说 file,file就是你的档案,所以你跟他讲我的档案名称叫做eng 记得副档名一定要给,点tst 第二个的话呢,逗点 其实只要给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第二个参数是说,你现在是要读取,还是要写入 还是要做什么,我们是要读啦,所以读的参数是r就可以了 OK,现在蛮好记的 那如果要写的话就什么 对了 你猜对了 OK,大概就是r跟w吧 另外多个a啦 我是觉得Python有些地方夹蛮直觉的 不是要需要特别 另外还有个就a啦 a模式就是append的模式 append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写的话 你用w他会复写 一直盖过去 但是如果像你要一直不断回圈,一直写资料 写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a模式,他就把资料写到 那个档案的后面 append的模式,所以其实 理论上你只要记得 三个参数 其实就大概就够用 r w a 三个 OK,好,那我们现在是r啦 因为把它读嘛 OK 然后呢 enter一下 他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帮你读进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如果你要把它读 那当然他现在里面是放什么 一个文字嘛 所以要把这个里面的文字读进来的话 其实他也蛮直觉的 这个是一个文字 的字串 所以我们现在 就产生一个变数叫s好了 s等于什么呢 因为呢 我透过这个open的方法 他会帮我产生一个f的 这个叫档案 我把它称叫档案 物件的变数 就一个物件哦 OK 那这个f 它里面呢有一个 方法 其实蛮直觉的 点什么呢 它有一个方法的话 就是我要读它的话 那其实 读 这一行的话 其实你可以 可以什么 蛮直接的 读一行的话 那边就有个叫什么 如果f点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叫reader line reader line 那底下有个叫什么 reader line加s release 其实还蛮直觉的 如果reader line的话是只读一行 reader line只是读 所有行 那目前我们的这个档案里面这一行 所以其实你用reader line就可以了 OK 好 那reader line之后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个档案里面的这一些成绩怎么样 帮我读到这些东西哦 帮我读进来之后放到s里面 所以我如果要确定说我能够读进来的话 那我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s print了一下 所以一样 把这个print刮弧 再来的话就把s放到这里来 那如果说我把它执行之后 假设看到的结果 就是我们 这个里面的成绩的话 那表示我已经读取成功了 OK 我们来试 应该懂我的逻辑吧 而且程式这样就写完了 有没有 用open把那个档开起来 对不对 然后放到f物件里面 那用f物件里面的一个方法叫reader line reader line reader line就读一行哦 那如果读很多行就reader line 然后是s realize release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叫如果要全部读取的话 那就reader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读的话 只要记三个方法就够了 我发现这三个方法就可以搞定很多大部分的事情了 读一行就reader line 读很多行就realize 读全部的话就read 而且还蛮好记得啊 OK 那读到哪里呢 读到s这个变数里面 那把这个 s print出来 看看如果说呢 假如你执行的结果是看到的就是 我们刚刚那些成绩的话 那恭喜你 应该就对了 OK 有个叉叉 看一下 啊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r 前后好像要加那个 加 加一个字串符号 要把它当字串 OK 不能直接加一个r OK 记得前后一定要加一个 这个字串符号 OK 好 那w跟a都一样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读档案的话 就是加个r OK 那我们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 那你会发现 以下的话呢 他就帮你把 刚刚我们写到这个记事本里面的这个成绩 有没有 就全部读到哪里呢 有没有 读到这个s里面 那也就是这个s嘛 然后再透过print 把这个print 结果print出来 所以你看到这个应该跟底下都一样 诶 那第一步我们就成功了 可是问题来了 第二个 我们现在只有把这个字串读进来 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串文字 它不是一个一个的数字 所以在下一步怎么样 我们需要把它切开来 那要怎么样把这个字切开来 接下来我们需要再学一个 字串里面一个函数 就是有点像那个 Esser里面资料剖析 各位应该有用过这个东西吗 资料剖析 中间逗点把它隔开 但是呢 它资料剖析这个功能 可是在那个我们的 这个 Python里面 它是一个 什么呢 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叫split 也就是split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果切割开来 丢到前面的一个串列 所以我刚刚写的是这个 第一阶段 这个是第一阶段 三行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 如何做切割 切割逗点 把它放到一个list里面 OK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刚刚的这个部分 是在那个 我们的云端的第四页里面 第四页里面 那不过记得 第一步骤 请各位 自行要在你们自己的那个 目录 我是放在c底下的 Python的 2021 当然你们 不见得跟我一样 那怎么知道你的目录在哪里 其实你按下那个执行print的话 这边应该都会出现一个叫什么 WDR等于 后面这个就是你的 这个模组的 目录的位置 OK 那也就是你只要 有这个目录之后的话 你就把 档案新增到里面去就对了 试一下 然后 老师说 这个产生 这种